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要是这辈子能碰到你这样来的 我要赶紧嫁了 真的一定要牢牢拳住她 我有两个感触 第一点是她说话是一直在动的 她说话一直在动 我太紧张了你知道吗 我有一种感觉就是那个风情万种的 来站这儿站这儿站这儿 我就是表达 我见到偶像真的是特别激动了 那我们言归正传 来自我介绍一下 哈喽 大家好 我叫赵红亚 来自四川 我是做珠宝销售的 大家以后需要买什么珠宝啊 首饰啊 可以来找我 我肯定给大家特别实惠的价格 我突然之间啊 我突然之间能够理解她为什么说话的时候摇曳生姿了 是做销售的 你今天向谁告白 我今天是向男朋友于强告白 我是希望她不要再这样惩罚我了 我真的很哀悼 我是希望她能回到我身边 我想知道她到底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因为我那天晚上没有回家 她觉得我做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情 那天晚上没回家 上个月八号吧 我的一个哥哥 让我出去帮忙应酬一下 你的亲哥哥 不是 我就是认了一个哥哥 然后让我去帮忙应酬一下 说顺便给我接了几个作用客户嘛 然后我就去了 当时我给她说了 她也同意 晚上吃完饭 车坏了 我跟她说了 我说车坏了 今晚可能回不来 谁的吃坏 就是 成哥的吃坏 对 成哥 然后当时她特别 太哥特别好 觉得说那行 你在外面好好照顾自己 第二天我回那时候 我男朋友把所有东西都收走了 我到处找不到她的东西 找不到她的人 我给她打电话 我说亲爱的 你在哪呢 她告诉我 咱不要再联系呢 咱分手吧 我说为什么 她照顾你自己想 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我就想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三连的感情 她能说分手就分手 所以你想不通她为什么会 离开我 不死而别是吧 是 那结果那些客户在跟你酒桌上的时候 有没有人做出过对你不尊重的行为 有没有 有 有 以往这样的情况多吗 在酒桌上的应酬的时候 有没有 有没有 我虽然出去应酬 回答我 多不多 好 你为什么要忍 因为我是干销售的 客户对我来说真的特别重要 就是为了钱和业绩 是这个意思吧 我并不想大家看得这么欺负 我做是有底线的 对 有些钱是可以赚 有些钱是不能赚 嗯 我自己信 很清楚 我愿意相信 其实生活当中有一些女人是怎样 她为了打开局面 她会忍弃春生 她表面上看上去封尘 但是却有内心真实的底线 所以接下来我就不问了 给她拿点纸来 即便是今天伤心的来到这儿 也是精心打扮了一番 其实没有男人不喜欢千娇百妹的女人 但是很少有男人 愿意娶这样的女人为妻 其实今天你一上来 你跟图雷老师讲话的过程 还有这个铝头发的动作 说难听点 如果我见到一个女孩这样 会觉得这个女孩比较轻浮 所以说我想这种状态 被男朋友常年地看在眼里 那哪个男人能吃得消受得了呢 虽然你说这个歌对你来说 只是在业务上的一个帮助 可是抛开业务来说的话 其实它在你生活中还是蛮重要的 因为它毕竟跟你的经济挂钩 但作为你的男朋友来说的话 他会很在意 从你刚才的话语说出来 我觉得你说的只是一面之词 有可能你之前 也做了很多他伤害他的事情 他可能不说憋在心里 那天找了一个爆发点 爆发出来永远地离开你 这个男人肯定是非常爱你的 否则三年有很多的机会离开 为什么偏偏在那一次他离开了 因为他心中一定充满着疑问 车坏了 那个人的车坏了 你就不回家了 你不能打车呀 因为我是在大连 然后我们吃饭在沈阳 其实挺远的 然后其实要是他真的是不高兴 所以我肯定想往时候回来 问题是他啥都不说 所以他差一个解释 他一定会来 我相信可能来 他就是其实给你机会 给他自己的机会 把握好这次机会 所以你觉得我现在跟你聊了这么多 我们讨论这么多之后 你大概应该知道 你的男朋友为什么走了吧 就这些都这些事 要不是一股脑子点出来的话 他不会觉得有这么严重 他平时会想反正我也没干什么 我不过是在逢场做戏 我男朋友其实很支持我工作 就有时候我在外面应酬 他会在外面等我 然后借我回去嘛 一次两次可以 长年累月不可以 你不相信文文现在在场的男人 一次两次试试你这样的工作 在门口等着你应酬完回来之后 带你回家给你醒酒 是可以的 但三次四次天天闻着这样的酒味 在想到你在酒桌上的那种忍辱吞生 和有可能遭遇的危险 你问问在场的男人 有几个人做得了的 有的话请举起手 多谢 听明白没有 所以姑娘今天在你告白之前 不管她来或不来 我一定要告诉你 否则的话她来了 也是白了 明白吗 明白 从事珠宝销售的红亚 是一个性格开朗 社交能力非常强的女孩 正是因为红亚美丽的外表下 有一颗执着的试验心 而吸引了男孩余强的注意 三年前 两人开始恋爱 用拓展业务 红亚需要经常出席各种社交场合 频繁应酬客户 男友余强对此 并未表示任何不满 可是就在一个月前 红亚与老客户沉歌外出 并再次彻夜未归 余强自此消失于红亚的世界 三年的感情突然中断 是余强早就对红亚多次彻夜未归 应酬太多心生不满 还是另有隐情 今天余强会来到现场 接受女友红亚的告白吗 来 问你几个问题 如果是门打开她没来 接下来你会怎么做 我希望她能在电视之前看见我 我今天为了她来到这里 我是真的很爱她 我希望她能回到我身边 如果她来了之后 她已经不爱你了 你怎么办 我觉得 她即使不爱我 我也希望她能把 所有事情都说开 我觉得我们三年的感情 不是她既描单一 一句分手 所有断就能断的 就说白了她说分手 你可以放手是吧 不 我接受不了 如果她跟你说我回来可以 请不要做销售 可以吗 可以 可以跟诚哥断绝往来吗 可以原来的工作断绝往来吗 可以 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 在最后非常八卦地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可能会有点伤你 你跟诚哥真的没什么 真的没有什么 我愿意相信你 让我们一起倒数个数 5 4 3 2 1 请按键 请不吝点赞 你知道我这一个月呢 怎么过的吗 求你 怎么又话我说 来自我介绍一下 童老师好 我叫玉强 白森杨宁 你气鼓鼓地跑到这儿来 你知道来干嘛吗 亲爱的 你别这么叫我特别反感好吗 我们有话好好说好不好 你自己做什么 你不知道吗 有话要好好说说完呀 我真的不知道错了你呢 来 稍等一下 你平时跟他吵架 他就是这样的方式来求你原谅吗 就有很多次了 但是一直是这样的吗 对 有效吗 有效 今天你是来原谅的吗 不是 我是借这个舞台去跟他分手的 不管事实说没说清楚也好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 真的 咱们好好说嘛 你就说 你为什么要和我分手 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骗我 我骗你什么了 我不想跟你说真的 杜老师我想跟你说 就是我们 我每次带他去聚会的时候 他都是和他的 和我的不管熟不熟的朋友 他都是见面是一个拥抱 然后去和熟不熟的人 都去要电话号码 然后 紧接着和我的朋友 去喝焦杯酒啊什么的 不管人老婆在不在现场 他都是这样 我只是想让你朋友尽量打成一块 尽量打成一块 用不用 贴着脸 贴着脸 照相用吗 我的兄弟我的朋友 和我说过多少回多少次了 说你能不能告诉你老婆一声 我当时让我的面子往哪里搁呀 我那这我知道做错了 做错了这种事是一次两次了吗 这种事是一次两次了吗 多少次了 你在咱家口底下拉得扯扯的 他手都搭着你 我已经解释清楚了 你能不能别再演了 能不能别演了 别逢场做戏好不好 我到底演什么 难道我在你面前就是演戏吗 之前你嘴里面发生的什么 跟别人拍照啊 这些所有你不能忍受的事情 他通过这种哄的方式 都把它哄过去了 对 我之前都是跟他好好去说 那为什么这次就哄过去了呢 就是有一个那个姓陈的一个顾客 就我知道他哥哥嘛 他说了他任干戈的时候 你在边上 对 我是不想摸他面子 但是那天的时候 你让他自己好好说一遍 那天你到底干嘛去 你愿不愿自己说 我要你说一遍 我现在不想跟你生气 我现在不想跟你生气 我想好好跟你说 你说吧 你自己说吧 他刚说了一遍 你说吧 那天他给我打电话 他说他今天晚上车坏了 回不来 其实我当时我已经特别生气 你生气你说不出来 我给你小方算法赶过来的 听他说完 没有呢 然后 几天之后 我刚要煮沸他上去 我说你少喝点别喝多了 因为他胃口就是特别的不好 然后 我刚要挂电话 然后他这边就已经跑去 跟电话没有挂断 然后我就听那边说 一个来人跟他说 要去泡温泉 但是之后他从来没有跟我讲 然后我还 我还 我还听他 那天晚上是因为我没有去 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跟你说 我不想你有什么误会 我真的没有去 亲爱的 我真的没有去 没有去吗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呀 然后那个男的说什么话 你总是我都 真的因为他之前的那些社交方式 我真的不敢想象 当时那个画面是怎么样的 我都已经说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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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没有去 不纠缠这个了 你给我站好了 把手放开 把手放开 站你那去 站那边 两人隔开一定的距离 你就是受不了这套 他就是这套 所以他才会忍耐了 忍耐了三年 到后面 急了 你自己说清楚 怎么回事 我那天真的没有去 因为我身体不舒服 但我 我真的不好 不好就是说 我不去 我不好这样说 我 我肯定就是特别委婉 去的时候 到了门口 我说我真的身体不舒服 今天不方便 然后他们就开始把我送回去 诚哥呢 诚哥他们去了 诚哥去了 对 诚哥 这件事情当中 你不相信的是哪一点 是他有没有去泡温泉 还是你觉得他 做了什么你 对不起你的事 都有 你都认为 对 如果这件事给你解开了心结呢 我觉得还是说算 好 来 你别说话了 接通 诚哥 喂 喂 你好 是陈浩吗 你哪位 完美告白的录制现场 喂 诚哥 我是红雅 红雅 真的不好意思打造你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上个月八号 我们出去吃饭 我和余翔有点小误会 因为那天我没回家 我希望你能给他解释一下 那天我到底有没有回你去泡温泉 那个小鱼跟你在一起是吧 对对对 哦 那个小鱼 小鱼跟你说啊 那天是 是那天喝多了 是喝多点酒 后来那个 我几个朋友 说去泡温泉 然后当时那个 红雅是把我们送到那个 然后他说 他那个不太方便 就泡温泉 你觉得你的这个干妹妹啊 红雅啊 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呢 这个怎么说呢 我这样吧 我问两个问题好吧 这两个问题 一个是帮小鱼问 如果有冒犯的话 你不要介意啊 你跟红雅 除了哥哥和妹妹的关系之外 没有其他的关系吧 这个绝对没有 你有妻子了是吗 因为我自己是已经接了混沌 好 这个绝对没有 第二 如果红雅是你自己的妻子 或者是妹妹 以往在你和红雅出去 在应酬的过程当中 你会认为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吗 也没有什么不妥的 因为他红雅这个 他是比较热情 但是我觉得 红雅是一个 还是真的是比较有原则的 他特别聪明 好 谢谢你 再见 诚哥再见 多有礼貌 诚哥再见 聪明这两个字 实在是点出了 有些做销售人员的精髓 像这样的女销售人员 天天游走在刀尖上 她觉得自己可以很聪明 可以在获得利润的同时 及时地抽身 但她不知道 她每天遇见的 可能都是些老独立 你总有失足的时候 但到那一刻的时候 你才会认为 聪明犯被聪明 但为时晚意 这个女生冒险冒习惯 她没有失过鞋 所以她认为 一切都是安全 但是恰恰基于 现在有一些女孩子认为 我在奋斗的路途过程当中 以一个人生活非常苦 难以适应 生活残酷为由 而不断地让自己去 忍受一些 不尊重自己的行为 但是你要知道 这样的行为 一旦突破了 你这辈子都会后悔 你听了我们的对话 你明白了什么 你明白了 你身边的这个女人 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我不想多说什么 我还是要跟她分手 为什么呢 因为发生了太多太多事 你的意思是 她的那些生活当中的 一些轻浮的行为 你还是无法接受 对 我已经跟她说了很多遍 我觉得如果要是 我是一个男人的话 我的女朋友这样子 我觉得那就是秒杀呀 肯定马上分手 姑娘你究竟是太聪明了 还是太傻了 我都说不清楚 她已经非常习惯 这种男女之间 这种有一点点小暧昧 或者小亲密的这种举动 所以可能包括 可能她应酬的时候呀 她会去用这样子 她认为是一个 很平常的一种相处方式 去跟每一个 她所接触的男生 有这样的一种接触 我只想替她说一句 公道话是什么 就像诚哥在电话里面 刚才说的 她说红雅妹妹是一个 很聪明的一个女孩 为什么诚哥会给她 介绍一些 那个朋友去买她的珠宝 所以她非常的聪明 这只是她的一个 社交手段而已 她也不是说 我要刻意去给你 一些暧昧呀 我喜欢你呀 或者说去勾引你 来喜欢我呀 其实你在做任何事的时候呢 一个女人也要考虑到 自己男人的内心的感受 有的时候当你去跟别人 很亲密的互动的时候 你要明白 自己享受 她会难受 自己开心 她会恶心 那么我真想奉劝 这样的女生一句话 其实姿色 从来不是女人的事业 事业才是女人的姿色 我想对男孩说 你为什么会容忍她 不去很严厉的去批评她呢 是因为你内心自卑 因为你知道 你给不了她这个依靠和安全感 所以她只有靠自己去打拼 如果说你可以 有底气地站在她面前说 你这个工作别干了 在家待着 我养你 不准你这么穿 不准你这么喝 不准你出去 她还会这么干吗 你当初喜欢上她 是喜欢上她什么呀 她的性格 我觉得 你当初也是喜欢她 这种豪爽的性格是吧 对 那为什么现在这种性格 就不行了呢 因为现在我是她的男朋友 她当时 男人的劣根性就出现了 舞台上管你怎么样 只要我是个看客 你怎么样都可以 但一旦成为我的老婆 对不起 那就叫水性洋花 是这个意思吗 你曾经也是一名看客 但你把这朵花摘下来 你想摘在自己家的盆栽里 但这朵花不愿意 总是想着长出去 是吧 你现在不乐意 所以我说你什么呢 你早就喜欢她这样的性格了 而且在这三年的过程当中 你始终没有表现出自己的立场 跟她狠狠地谈过这些事情 所以让她误以为是成为了习惯 和你的默许 才导致今天这样的一个 余强和红亚相恋三年 红亚为了实现生活和事业的理想 努力工作 平凡的一年轻人 平凡外出应酬 而比较逆向 安于现状的余强 则选择了忍气的温柔 保持沉默 两人因此在三年后 出现了价值观 爱情观的偏差 红亚来到告白的舞台 希望继续和余强的恋心 那么在主持人和年代团的观察员 对他们问题的深入科技后 余强和红亚的担心 是否会走向一个新的开始呢 你好好想一想 想完了之后 你得做出你自己的判断 好不好 那行 那你站到这里 你站这 有话说话 把事说清楚 接下来是红亚的告白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过每天 朝九晚五的生活 可以每天也不用再那么强烟欢笑 面对那些顾客啊 我觉得 真的 我们分手吧 我们好聚好散吧 好吗 徐强 为什么 为什么像我这样女孩就得不到幸福 我只是不想再过以前那样的日子 你应该去找一个比我更好的男人 过那种朝九晚五的生活 每天不用再去面对那些男人去强烟欢笑 我告诉你你错了 我想要的生活就是和你在一起 这三年了 这三年了 我虽然很苦 但我过来很幸福 我心里很踏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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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affected 好 好 我 老老老 亠厨 钟 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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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